同学们好,下面进入第九章第四节 这个第三节那是风险评估 当然讲的都是原则 考的那比较活 考具体问题 这个风险评估完了之后就要风险应对 风险应对当然要用进一步审计程序 进一步审计程序里面包括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这两种程序的强制性是不一样的 控制测试并不是必须做的 但是进入第四节 那就进入了控制测试的世界 是决定要做控制测试才进入第四节 所以第四节不会再谈要不要做控制测试 而是决定要做然后如何做控制测试的问题 如何做控制测试呢 在咱们前面讲过控制测试的程序 对吧 循环观察检查重新执行等等 但是针对具体的交易 怎么做控制测试 尤其是针对评估的重大作用风险 又怎么做控制测试 这个还从来没涉及到 所以说以前到现在为止所讲的控制测试 都是纸上谈兵 都是偏理论 偏原则 心灵鸡汤的这个成分比较大 这一节就告诉我们 面对评估的具体的重大作用风险 它可能比那个具体项目的具体认定还要细 因为我们知道评估风险还要讲究原因规模 可能性还要有个原因呢 大家要知道很多不同的原因 最后体现出来的财务本的项目和认定是一样的 那个原因也导致 营业收入发生认定重大作用风险 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导致 营业收入发生认定重大作用风险 所以还很难说我只要有营业收入发生认定重大作用风险 这个结论出来了 我就知道要做什么控制测试 其实不 要透过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看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发生认定的风险 然后在那个原因 那个环节上找相关控制去测试 什么才是相关控制 什么样的控制才能制约 或者专业点说 什么样的控制才能够防止 或者发现并纠正 我们所关心的这类具体挫暴 那其实还得有个选择 作为注册化 也是自己心里的预感称 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 千条万条 你需要哪一条 你的心里有个数 你不要指望到被审单位 我问问你 你们公司有什么控制 防止什么什么 我关心的那种挫暴 他不一定说得到点子上去 这个执行控制的人 未必知道执行这个控制要做什么 设计控制的人才知道 最关键的是 注册化 你是自己得知道 这种挫暴得需要什么控制来预防 那就找那样的控制来测试 那那样的控制 对现在的情形来说 应当既包含人工控制 人工控制是离不了的 同时还有自动化的控制 所以对我这种具体的原因的 导致这个认定的具体原因的 这种重大挫暴来说 什么样的自动化控制 能够防止发现病纠正他 或者与他是对应的 然后什么样的人工控制 又与他是配套的 那这又有一大堆东西了 因为我们知道 第五章第七章 其实都讲过了 自动化控制和人工控制的关系 任何一个自动化控制 不管他有多高级 都会有人工控制与他配套 自动化控制 有自动化控制的适用范围 人工控制 有人工控制的适用范围 所以面对一个具体的 一种挫暴或者一种原因 理想的自动化控制是什么 或者你想的 不是理想的 是你想的 你注意的话 是想要什么样的控制 你觉得什么样的控制 才能防止或者发现病纠正 同样的 对于人工来说 也有一个道理 也有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人工控制 是不是用在了他所适用的 有优点的那个地方 同样的自动控制 是不是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面对这个重大挫护风险 有没有相关的控制 或者我去找那个 或者识别那个相关控制 第二个问题是 针对你识别他的相关控制 怎么去测试他 这些问题 其实以前都没触碰过 那为了好理解 我把这两个问题呢 又说成两句大白话 怎么样去识别 那个相关控制 我的大白话就是 担心什么 或者关心什么 就控制什么 你这个控制 能不能解决 我所关心的那类挫暴 这是如何识别相关控制 那说起来 这个太俗 但是用起来 非常非常 这个应当是比较方便 待会我们会看到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 针对识别出的控制 怎么做控制测试 对吧 那就也是一句大实话 控制什么 就测试什么 所以关心什么 控制什么 控制什么 测试什么 第一句话是用来 识别相关控制 第二句话是用来 做控制测试 比方说 控制什么 就测试什么 那就需要你 针对识别所的控制 它有几个关键控制点 得把那个点测到 这关键控制点 也不是一句话 能说清楚的 如果有好几步 比如说 有自动化控制 然后发现例外情况 党一报告 又是人工复合 这一般来说 我们就测试 那个人工复合 这一环节就够了 这叫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前面的自动化控制 一笔一笔的 事无巨细的 一分一分 一好一好的 一件一件的 加以控制 在成百上千种交易中 或者成百上千件交易中 终于发现了 那么三件例外 那这叫螳螂捕蝉 他的眼睛盯着都冒血 发现了几个 然后人工就解决了 几件就行 至于不属于例外的 计算机不认为例外的 只要计算机应用控制正常 一般控制有效 对吧 这个软件版本正常 什么没有重大变动 这一套 我们原来说过的 对吧 那你放心 那些他没有发现有问题的 他不认为异常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就人工就解决 这有异常的东西 所以我们测试 就测试着人工控制 这是最关键的 当然从这上的 也能体会到 自动化控制 大大的减轻了人脑子强度 但是大大的增加人的 责任责任感 好了 这是对于控制测试的一种补充 所以我觉得控制测试 那个实物操作的控制测试 只有学到这个地方 才能够有一个进一步的感受 那么好 闲言碎语就少讲 我们俩会进入正题 但是遗憾的是 最近五年的考试频率 也才零 但是不要以为 他就一直是零 他在某些年份 综合体里面 真的会有那么一个资料 那一个资料就是四个问题了 对吧 给你列一些控制 或者让你识别控制 有没有缺陷 或者注册会是做的控制测试 你觉得恰当不恰当 对吧 诸如此类的 确实有些年份 但最近五年没有 有些年份 综合体一共五个资料里面 有那么一个资料 涉及到四五分 就是干这事的 那要我反过来说 逆向思维 正因为最近五年没考 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 因为我们知道控制测试 在审计中的地位 还是很高的 尽管它比不上实质性程序 但它地位还是很高的 长期不考 其实也是不正常的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领 所以我们说 既要遵循一些数字的一些结果 我们统计结果 考试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同时也要运用职业判断 这跟我们做审计不是一样的 对吧 好 这个 这一节呢 我想给大家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控制测试基本原理 一些心灵鸡汤再灌一遍 对吧 第二部分就是一些实物操作 那么基本原理里面有这么四五条 第一条 控制测试所使用的程序的类型 这我们都知道 是询问观察检查重庆执行 关键有新意的结论是 这四个程序 它提供的保证程度 依次递增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 它提供的保证程度高低呢 因为这决定了控制测试的范围大小 决定控制测试范围的最主要因素是 你通过控制测试所提供的保证程度 换句话说 你打算通过控制 对控制测试依赖程度没高还是低 依赖程度高当然是保证程度要高 或者反过来说 因为保证程度高 所以依赖程度高 因为我想依赖它提供高保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控制测试范围就大 所以这个 当保证程度定了以后 你选什么程序跟这就有关系了 你想提供高保证 大概你连检查都没做到 更不要说重新执行 那恐怕是达不到那种高保证的 好 注册外师需要 根据所测试的控制的特征 以及所需 获取的保证程度 来选用适当的控制测试程序 第二点 如果在其中实施了控制测试 那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你得往期末延伸 应当在年末审计时 实施适当的 前推程序 第八章叫做延伸程序 这儿叫前推程序 到底是前推还是延伸 取决于你站在什么点上说话 对吧 你站在年末 说这个后半年 当然是以前的事了 所以要前推 对吧 你站在八九月份或者后半年 你看年末 你要往年末延伸 你现在只测到八九月份 你得往年末延伸 这话都是对的 这东西 所以这个 就是一个习惯 就是一个习惯 生活中 经常有这样的 比如一个楼 一个楼的楼梯 或者进门的那一面 通常都在一面 因为仰面 让人来住 但是有人认为 你说我在楼前边 他指的楼前面 就是仰面 在楼前边 有人认为 我在楼前边 楼前面就是在楼门口 楼梯门口那儿的 那一面 到底什么叫前面 哎呀 没有人规定过 什么叫楼前楼户 所以你要 要是做审计的人 恐怕再追加对方一句 是在阳面 还是阴面 否则你俩 会你找不着我 我找不着你 好 这个 你拿着年末 是适当的前推程 就控制在生日期间 运行情况 获取证据 以确定控制 是不是在整个 被审计期间 运行持续有效 因为你测了 前半期 后半期 你没测 对吧 还是要 进行一些延伸 或者前推 第八章第三节 讲过怎么延伸 就是用控制测试 往期末延伸 不可以通过实质型程序 来延伸 因为实质型程序 就算没有发现重大错报 也不能说明相关的控制 得到有效应性 好 这都是提过的话 这个第三点呢 控制测试的范围 取决于保证程度 这跟第一条是一样的 第四条 如果你现在的控制 是由计算机 执行的 自动执行的 那个自动化控制 那么 你除了测试应用控制以外 你还要测试 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对吧 实际上说的更全面一点 包括一般控制 包括有没有重大变动 包括软件版本 是否正版 是否经过批准 这些话再这样说一遍 让我想起了一句诗 吸出阳关 无故人 因为理论部分讲完了 他这说了 我把这原理再说一遍 对后边各章 各个循环 也同样适用 就是我不会再说这个话了 是不是啊 所以是不是 劝君再敬一杯酒 吸出阳关 无故人 所以我把它涂成粗体字 我也觉得好悲壮 说这话 好 这就是我们的四碗心灵鸡汤 或者四碗酒 那下面 我们就进入 控制测试的 实物操作部分了 叫做以风险为起点的 控制测试 风险导向审计下 当然 主要用的 就是以风险为起点的 控制测试 那有人说 还有以别的为起点吗 有 在审计理论上 还有以目标为起点的 控制测试 但那个呢 现在 基本上不是重点了 教育导向审计下 主要介绍的 还是以风险为起点的 控制测试 那么 这个风险 我们知道 我们要讲究 原因规模 可能性 那个原因在哪里啊 可能跟订单 有关系 可能跟出库单 发运 有关系 那我们教材上这个表呢 是非常长的 这个一个大表格 有些同学 说这个表叫大表格 确实 谐音 大表格 特别长好几页 对吧 看起来密密麻麻 但是你知道 他对实际 审计工作的实施 实务操作 是相当有参考价值 实际工作 你就用这样的东西 但可能觉得 太实务操作了 反而考的少 所考的内容 就是我说 偶尔某一年的 综合机会考 所考的内容 大部分都是 我们上面所说的 心灵鸡汤 这一类的画画 实务操作呢 还真的考的很少 这说实话 所以这个 他可能觉得比较难 手下流行 出的比较少 但是既然印在教材上 想出是哪一年都能出 万事俱备 只欠出题 给你讲 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好 得有这本领 不能报侥幸心理 说这部分不考 对吧 以前没考 不意味着以后不考 那我们 在订单的处理 和社交信用 这方面控制上 我们举了一个 一行的例子 他评估完风险了 评估完风险 认为有什么风险呢 说这公司 可能有这种风险 就是可能像 没有获得 社交授权 或者超出了其 信用额度的客户 来社交 这是两种 不同的风险 一个是 没有获得 社交授权的客户 什么叫获得 社交授权 就是我 给你 建档了 我的 一行的账款 主人档里面 是有你的 你是我的客户 对吧 你有一定的信用额度 好在额度内 就可以给你 可以批准社交 那没有获得 社交授权 就是你根本就 没进入我的 应收账款 主人档 你到目前为止 还不是我的客户 那什么样的 公司是这样的 往后来说 有新客户 那当然 每个客户 总有第一次 进入主人档 对吧 这新客户 刚发展过来的 还没有进入主人档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就是假客户 根本没有这个客户 他虚构的一个客户 然后呢 确认营业收入 为了高顾收入 实际上 这怎么知道 有这种风险呢 哎呀 这个东西啊 就是根据实际情况 出来的 对吧 他可能通过询问 观察 检查 讨论等等 发现某员工等等 可能提供了相关信息 发现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老板抖过这鬼 怎么怎么样的 弹出来了 是不是 那就有这种可能性 现在我们不管这风险 怎么来的 这是一个结论 那这个对于销售收款 循环里边 那影响什么项目 什么认定 影响营业收入的发生 因为它可能虚构呀 对吧 也影响 应收账款 我们一般就提应收账款 不提合同 资产了一大堆 就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的存在认定 因为最恶劣的就是虚构 那么刚才说了 什么样的控制 能够防止 或者发现病纠正 这种错报 注意这是两种错报 咱们得分开说 对吧 更具体的说 什么样的自动控制 能够防止 或者发现病纠正 这种错报 什么样的人工控制 又能防止 会发现病纠正 这种错报 自动控制承担的角色 人工控制承担的角色 各是什么角色 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用我的俗话叫做 关心什么去控制什么 这是两个风险 一个是新客户 真的客户 新客户 没有建档 那就建档呗 对吧 对于不再 就人工控制干这个事 自动控制干不了这个事 是不是啊 要调查的嘛 要跳出信息系统以外 对吧 去调查嘛 所以对于不在 主闻档里面的客户 或超过信用恶度的客户 咱就说不在主闻档里面的客户 要经过适当的授权批准 干嘛去呢 调查信用恶度 对吧 给他批准一个信用恶度 是不是啊 所以 这个其实反过来说 我这没批准 你就进不了我的准文档 其实控制的要点 或者控制的效果 体现在 我不给你调查 不给你批准 你就进不了我的文档 这是解决 这个 可能像没有获得 收销顺权的客户 因为我不调查 你进不了准文档 进不了准文档 打不出销售单 打不出销售单 怎么可能向你设销呢 这是人工解决的问题 那么 看自动化控制 人工给他调查完了 进了准文档了 对吧 也有信用恶度 那自动化控制 就要利用这个 批准这些信息 这客户的信息 忠实的去执行 就是订购单上的客户代码 就是公司名称吧 或者代码 与应用账准文档 记录的代码一致 准文档记录代码 谁给的 信用管理部门给的 一旦给了以后 形成文档 形成信息以后 每次来一个客户 要申请收购 申请我们这边的收销 好 把你的公司代码一敲 好 要跟准文档合作一致 准文档里面 没你这个代码 你休想获得收销 这不就防止这个事情了吗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 可能像超出了信用额度的客户舍销 它的额度 比如它的总的额度是300万 它目前欠款100万 它剩余额度是200万 那你本次申请收购 或者申请我们收销的额度 是不能超过200万的 如果你想要220万 那就超过你 信用额度200万 对吧 这地方就是说 它可能超出了这个信用额度 我们知道 超过信用额度的话 计算机是不能批准的 打印出一个清单 或者是弹出一个窗口 用人工处理 对吧 那么我们看看 自动控制里面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一个客户 目前尚未偿付的余额 加上本次设销 这个额度 在信用限额范围内 计算机要控制这个东西 那如果不在这个信用范围内呢 这个所以 人工那说 对不在准备当的客户 这说过来 或者超过信用额度的客户 订购单 需要经过适当的授权批准 谁呢 人授权批准 人就适合做这个授权批准的事情 才能生成销售单 否则的话 你这两种情况 在我这种控制下 你是生不成销售单 你怎么设销 对吧 好了 这就是关心什么 控制什么 那高度概括 可不就这么一句话 那 我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控制 这叫识别相关控制 就这个控制才能制约这个风险 如果写着别的控制 就制约不了这个风险 所以这有可能是一种 综合体的考法 它列了一些控制 因为这个控制 针对识别的重大错 错过风险 是否有效 对吧 就可以问你 现在我们转入第二个问题 控制摆在这儿来了 我就想要这样的控制 我觉得这样的控制 才能防止或者发现病纠正 那个重大错报 而且这种自动化控制 人工控制 这种配合 协调配合 相当到位 问题是怎么测试啊 对吧 怎么测试 大家注意了 控制测试 比起执行控制来说 要简单的多 简直就是 蜻蜓点水 也正是因为控制测试 相当简单 通常都非常简单 点到为止就可以 所以控制测试 才能给注册外师 这个审计工作 节省大量时间 才被注册外师 所喜爱 才能被审计所推崇 如果控制测试 相当费时间 消耗审计资源 还不如我直接做实际统计 哪里 怎么可能轮得上 控制测试 在审计里面这么红呢 对吧 好了 那我们看看 怎么做测试 控制摆在这来了 你对控制的内容 要入伍三分 要记住 才能知道怎么控制 好 这个首先是询问员工 销售单的生成过程 要问一问 销售单怎么生成 那些员工可能说 那是新客户的话 那生不成 那得建立一个信用档案 对吧 进主文档 有个名称代码 然后还得 这个查一查 他历史的欠款 如果老客户查 他历史的欠款 跟本次设购金额 然后合起来 是不是超过他的信用摩度 否则打不出销售单的 我们都试过 超一分钱都不行 超过的话 人工批准 不批准 不可能出来 对吧 所以说对不超这方面 应当没问题的 超的话 自动化控制是不管的 是由人工作 所以关键是在人工手边 对吧 所以我说 人还是掌控这个 自动化控制 实际上 所以他要询问员工 销售单的生成过程 其实就把那个 什么情况才能打出销售单来 要问到 那仅讯问是不行 还要检查 是不是 所有生成的销售单 都有对应的 顾客订单为依据 因为如果没有顾客订单 这顾客可能是虚构的 这是反过来问 你是正的控制 我是反过来问 对吧 是不是有些销售单 打了后边 其实也没有顾客订单 说这不可能 没有顾客订单 打不出来 那就放心了 是不是 要检查 然后检查系统中 自动生成销售单的生成逻辑 就是系统里边的逻辑 刚才是人工的感受 那系统内部 对吧 这得懂得 自动化控制 或者计算机程序的 这方面的注册科议师 或者这方面的专家 对吧 他能查看 他能确认 系统在什么情况下 才能打印出销售单 要打销售单 得有代码一致 然后查了剩余额度 是不小于他申请设销的额度的 只有这两者和他一起才可能 这两个不满足 必须人工审批才能打印出来 对吧 得到程序里边 所以一个在外边问人 一个在里边查程序 对吧 零外合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确定是不是满足了客户的范围 以及对信用控制的要求 刚才说过了 对于系统外授权批准的 就是超出恶度的 那些消息单 检查是不是经过适当的批准 那也不能只看签字 一般要看它的一些内容 一些决策过程 一些依据 对吧 免不了有的时候 可能还要重新执行 好 通过这个逻辑 大家也许 能够多多少少 感受到一点 实际工作的那个过程 实际做控制测试 就是做这些东西 它的逻辑也非常强的 但是我敢说 有这种可能性 去在事务所工作的 这些助理人员也好 或者一些我们的专业人员也好 未必知道 做这件测试 针对什么东西 它跟那个里面那种逻辑 相互对应 是怎么样对应的 未必搞得那么清楚 因为他们就是在执行的 没关系的 这不影响质量 因为我们的准则 把它规定了 你按准则做就可以 超出准则的部分 还解决不了的部分 咱们再请高手 做职业判断 但是准则规定的是相当严密的 好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关于发育商品这个环节 我选了四个问题 这表很长 要讲起来 我真有一年讲过 好像是一几年 是14年 是16年 还讲过 这个表 这个表 教策这个表要讲完 需要三小时 但是讲完了 发现人家五年都不考一分 觉得对大家来说 有点浪费时间 所以硬实教育 不得不考虑 控制我们的时间 所以我就选择一些 选择一些好懂的 那么所以下面我们就说说 发育商品 这件事情 怎么做控制测试 关于发育商品 这个环节上 这种重大挫暴呢 我们教材在这个表里面 起了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 我觉得逻辑性非常强 环环相扣 我们先看它起了哪些问题 就是可能发生挫暴的环节 第一个问题是 没有批准 就发了祸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没批准擅自发货 怎么防止 怎么测试 第二个问题是 批准了 但是我批准的那个发运单 跟销售单它不一致 依奉扬违 所以就怕这个出库单 与销售单可能不一致 第三个可能发生挫暴的环节 出库单跟销售单可能一致 但是我实际发的商品 与销售单可能不一样 第四个是 销售单没错 但我的商品没给那个顾客发 我发给另外一个地方了 后来我根本就没发货 我说我发了货了 所以这四个环节 环环相扣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可能出错的地方 都提到了问题 当然你说实际工作中 是不是一个公司 在这四个环节上都有问题 我觉得一般就一个环节有问题 他要搞鬼的话 他要鬼导成就行 他未必会把这鬼导到 每个环节上去 是不是 好 我们对每一个问题 相关的控制 包括自动控制 人工控制 应当怎么涉及 然后如果有这样的控制的话 我应当怎么测试 至于说 涉及的认定 这种擅自发货 往往都可能是为了虚构销售 没批准就发货等等 对吧 导致营业输入违反 发是认定 应收账款违反 存在认定 这个我们就不提它了 好 现在针对第一个问题 没有批准 发货 就发出了商品 这个批准就失控了 这怎么行 必须有批准的环节 批准的环节 是人工和自动化 人工在这批准 自动化来执行 这个批准可以说 先看人工 只有当富有经批准的 销售单和出货单 才能放行 换句话说 没有我的批准 就不能放行 人工来做这个事 这个 然后 自动化控制做什么呢 当客户的销售单的系统中 获得 发货批准时 系统就自动 生成连续编号的出货单 那你反过来看这句话 如果没有获得批准 就不能生成出货单 那不能生成出货单 就不能放行 这样不批准 你就发货 一段漏洞堵住了吧 对吧 获得批准 才能产生出货单 不获得批准 就没有出货单 没有出货单 就不可能给你放行 所以 这有两方面 这样的配套的 一个控制 我觉得 这个控制 人工也好 自动化也好 承担的角色 都是非常科学合理的 然后 控制测试怎么做 检查系统内 出货单的生成逻辑 这得 看那个 自动控制的 那个程序 那个程序版本 或者 是哪一个 程序 相关的 商家 或者设计单位 来设计的 一般这方面的专家 一听 是哪个公司设置 他就知道 那地方是怎么怎么 哪里有路动 他就知道 所以检查系统内 出货单的生成逻辑 这是要熟悉 那个系统才行 以及 出货单 是不是连续编号 这是可以检查的 也可以用计算机 辅助审计技术检查 因为电子化的信息 用电子的方式检查 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 悬分并观察 发明时保安人员 放行检查情况 这很关键的 对吧 是不是没有出货单 没有销售单 就不能放行 两个少一个都不能放行 虽然那规定的是 批准了才能有出货单 才能有销售单 但是保安那 对吧 有没有都放行 这个 叫什么呢 工作不认真 或者看人情 等等 那这个控制恐怕 也是 崇拜在此一举吧 这是关键环节 所以人工总是 把握着 关键的环节 所以一个看系统内部 一个看外部的人员 所以也是我说的 理应外合 那第二个 可能发生错误的环节 是发售商品 与客户销售单 可能不一致 就是 销售单 出库单 两者可能不一致 担心这种事情 那么 两者不一致 这个认定就不一样了 因为 他确实这个单 那个单都有 他应当法的 不是虚构的 只不过数量 可能不一致 多发了手发了 或者品种不一致 批准的是A产品 发的是B产品 对吧 这个 得有人工去核对才行 可以说 当然这地方关心的 是两单不一致 还不是 发的实物不一致 怕这个两单不一致 那得 系统内进行链接才行 是不是 所以看 存在的自动控制 或者说理想的自动控制 计算机把 出库单中 所有准备发出的商品 与销售单上的商品 种类和数量 和数量进行比对 所以系统进行比对 那有不一致的 那就 打印个例外报告 打印 种类和数量不符的 那个例外报告 暂缓发货 拦住 弹出个窗口 就和现在经常说的 毛毛人说的 哎呀 我今天健康宝 弹窗了 什么 我们这是系统弹窗 对吧 然后弹窗以后呢 管理层符合 例外报告 和暂缓发货的 申请单 就是总之 系统有例外报告了 人工来处理 对吧 并解决问题 那注意 系统在那 辛辛苦苦的比对 一张一张比对 一年 比对了八万次 可能就有三次 有例外 结果人工 连看都不看 一回车就过 这等于跟那 没的系统都一样 所以最关键的就是 人工 就是人工 所以内部控制的设施 检查例外报告 和暂缓发货的清单 就这些清单 检查什么 检查怎么处理的 处理的合规不合规 是不是 因为所有的问题 就集中在这个上头 这上面的处理 如果不合规 不该放行的放行 等等 那就相当于没控制了 所以人工控制 扮演的关键角色 大家从这里面 应该能够体会到 接下来 第三个可能发生 错播的环节 所以已发出商品 可能有出库单上的商品 种类数量不符 刚才说了 我也批准销售单了 然后销售单跟出库单是一致的 对吧 但是 我实际发的商品 跟出库单不一致 出库单上写了200件 我就发了230件 出库单上写的是A商品 我可能发的是B商品 B商品也许价值更高 我来等等 总之可能不一致 也许有意也许无意 对吧 这是关于实物的控制 就是到底那实物 发的跟单上一样不一样 单是没有问题的 它实际发货出问题 这就不是自动控制 能够管得了的 自动控制管的是 输入自动控制系统内的 那些信息的 那个准确性完整性等等 我实际工作中 对吧 我怎么做 搬的时候放的重呢 或者摔了一下 系统哪知道这个事呢 除非物联网非常发杂 每一个产品的内部 都有一个芯片 那谁碰一下 可能都知道 这指纹或者手套 或者一接触 觉得这是谁 搬了一下等等 它那个可能是以后的事了吧 目前还没做到那里 对吧 所以目前自动控制 是无法控制系统信息以外的 其他的行为的 所以自动控制一片空白 这要看人 人怎么控制呀 人把你要发出的商品 在装箱打包之前 看看里边有什么东西 有多少件 看看出库单上多少件 核定一下 而且这个人还不能有私心 对吧 所以主要是人工控制 他就说了 商品打包发运前 装运部门对商品和出库单内容 进行独立核对 独立核对就是 由不装运商品的人来核对 由装运商品的人自己核对 他愿意多放两件 今天这个商品是给他的家人 或者朋友所在的公司发的 他们之间已经串通好了 他多发几件 那你怎么知道 他也不会说出来呀 所以要独立核对 并在出库单上签字 以示商品与出库单核对 而且种类数量相符等等 换句话说 哪一个独立人员 检查的商品实物 跟出库单的一致性 谁呢 就在相关出库单上签字 将来出了问题要找你的 可追溯的这是 不光这样 而且要客户在出库单上签字 作为收到商品 并且商品与订购单一致的证据 客户这边签字当然也很重要了 因为这涉及到外部的 对吧 相当于是给内部的核查 外部的验收等等结合起来 但是外部的验收是有一个弱点的 就是如果公司多给他发了几件 那么他就赚了 他会不会诚实的把这件事情告诉 被谁难以说 我从你那定了一百件 你给我发了一百零五件 对吧 按道理已经当这样 但是不见得能把这种问题发现得了 这得相当诚实才行 诚实的天真才行 就像我的孙女大宝 考试数学得了一百分 但是他自己检查 有个地方老师少扣他一分 专门找老师 说这份你那扣你怎么不扣 所以老师都吃惊 然后说有这么诚实的孩子 真可爱 小朋友就比较天真 说一不二的 所以实际上客户那边的签字 你要少发给他 他就不干的 多发给他 他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可能性不高 只有内部的独立核查 我们倒觉得是 多了少了 将来都要找他麻烦 所以他多了少了 他都要严谨内折 但是再强的内控 如果对方把这内部的 这个独立验收人员 独立核查人员 如果买通了 那一切都完了 所以任何内控 都架不住相互窜通 窜通舞弊 好 这个最项相关的控制 对吧 跟他所关心的那个问题 是不是说关心什么 控制什么 他真做到位了 然后我们内部 内部控制的控制测试呢 自然是跟自动控制无关了 因为这不是自动控制管得了的事情 所以检查出口单上相关员工 就是那独立核查员工 以及客户 就是验收的那个员工 接收商品的那个员工 那个签名 作为发货已知的证据 就检查一下这个签名 这个够不够呢 这个应当够 因为他有客户的签名 两方都有签名 对吧 这难道要重新执行吗 这恐怕不太现实 所以我查到 抽出一个样本来 我现在是一月份 审计 我抽出了八月份的一次 发货做我的样本 然后我要重新执行 你当时 有没有开箱检查 给你出口单 你真的商品早就发走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 我倒觉得如果想要增加 的话增加一点 现场观察 观察他工作认真不认真 那得悄悄观察 对吧 你要是公开的观察 你观察时候看到的情况 和你不观察是不一样的 这关键是责任比较重 自己签字 错了要负责的 而且客户那边还有应对 所以呢 这方面呢 我觉得签字 看上好像 仅简还签字不足 但是呢 应当也够了 他提出的最后一个环节 是货 我发了 货跟那个 发货单 或者出货单 也是一致的 但是我没有发给顾客 商品是有 但是我发给我自己了 是不是 这些销售商品 可能没有实际发给顾客 或者在路上都可能 在头都可能 这个发商品的时候 商品流转 我说除非物联网非常发达 否则这个在目前这个情形下 对吧 只是一个互联网 还没有物联网的话 那么 关于实物的流转 自动控制 很难控制 就是 边长莫及吧 可以说 主要是人工控制 那么客户 要在出货单上签字 作为收到商品 并且商品有订购单 一致的证据 这一点放在上一个控制里边 好像他还有倾向 但是 我只关心客户是没收到货 对吧 这个要客户签字 这一点足够了 因为如果他没收到他签字 对客户是不利的 对吧 我关心的是没收到 如果关心的是 是不是多发商品啊 这个让客户就揭露出来 客户也可能不揭露 但是如果没发给他 他是不会给你签的单子 对吧 这样的话是检查出货单上 客户的签字 所以收到货的证据 对吧 而不是内部的独立核查人员的签字 那他只是 合併了一下那个食物商品 商品的那个食物 跟人家出货单一致不一致 那是不是客户收到了 他不知道 所以这个直接要客户的签名 这个非常简单 你知道发一次货需要多少天 你这边核查 那边验收等等 对吧 然后这个验收单又返回了 需要多少天 但是注册会是看每张验收单 有没有客户的签名有多简单 跟点钞票一样啪啪啪就点过去了 可能一千张里面可能有两张没有签字 好了 这就是问题 可能就是 非常快 所以控制测试非常非常快 除非个别情形下重新执行 那重新执行也不会大量做的 如果一个控制测试要大量的重新执行 他可能没准不宜来改向控制 做实质性执行 好了 这个不管考到什么程度 在事务所工作做控制测试 你得针对评估的重大错误风险 这个识别 什么样的自动控制 什么样的人工控制 怎么样协调配合 才能够发现你所关心的这种重大错报 才能够防止或者发现病纠正 这得有能力 对吧 另外一个问题是 针对这种控制如何去测试 我发现控制测试 通常都是蜻蜓点水 螳螂捕蚓黄雀在后 非常简单 但是都测到点子上 你有好多环节 他测的重点是最后那个环节 人工的检查 当然 对于涉及到信息系统的 要有专家 有懂行的人 看看那个什么什么单 那生成逻辑 那程序怎么设定的 对吧 大概来说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总让我们对于控制测试的 实际的运作 实际的操作 有个感受 这不管怎么考 如果这一点 这些东西不懂的话 大家注意 学习的时候会丧失信心 说一体的控制测试 脑子里会一堂乱麻 不知道系列糊涂 反正控制测试说了多少遍了 是吧 到底怎么测我也不知道 现在你一旦知道怎么测了 当然 有这个优势的是 在事务所工作的同学 就会经常看到控制测试工作低高 那是经常打的是是否等等 是吧 就是非常简单 打打勾就过了 当然不能装样子 对吧 就是工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确确实实 能为我们的审计提供基础 好 这个作为心灵鸡汤的一节 给大家讲了这么多 我相信 不会白讲 不会白学 对我们同学们理解后面的内容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 第四节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